大家好,歡迎收看《鍋寶好時光》 我是Tina老師 前幾天我去便利商店買了一支雪糕 然後看了一下成分表發現 哇,它上面的成分超級複雜的 讓我有點失去吃它的慾望 所以呢,我們今天就來教大家 如何做單純又好吃的雪糕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今天的食材有什麼吧 首先呢,我們先將我們的蛋黃 奶粉、牛奶 以及我們的電乳放入我們的鍋子中 攪拌均勻 這個時候先不要開火 因為等一下我們在煮的時候 它會變成濃稠的狀態 如果你現在開火的話 有可能在還沒拌勻之前 它就已經煮好了 那我們攪拌到它差不多沒有顆粒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開火了 這時候呢,你大概轉著小火的狀態就可以了喔 那我們加熱同時呢 我們要一邊做攪拌的動作 避免它受熱不夠均勻喔 那我們大概呢,就主要這樣呢 有點濃稠的狀態 你這樣滑過去呢 你可以看到鍋底 然後它不會馬上聚合 我們就可以了 將我們的火關掉 然後呢,加入我們的白色巧克力進去 利用這個餘溫呢 讓它融化 來巧克力融化之後呢 為了讓我們的口感更滑順 我們進行一下過篩的動作 那麼我們過篩好之後呢 我們就將我們的蛋奶液封上保鮮膜 送到冷藏去冷卻 那麼為什麼要冷卻呢 因為我們等一下呢 還要再跟我們的打發的鮮奶油拌合 如果說你沒有冷卻的話 打發鮮奶油就會融化喔 那麼因為時間的關係呢 我們準備好一個已經冷卻好的蛋奶液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開始打發我們的鮮奶油 那麼呢,我們的鮮奶油大概就達到 八、九分發的程度 就是拉起來會出現一個尖角的狀態 我們就可以呢 把我們的蛋奶液跟我們的鮮奶油 進行一個混合 然後用撈拌的方式 把它混勻 如果說你做的量比較大的時候呢 你可以採用分次拌勻的方式 會比較容易拌合均勻喔 拌勻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準備入模囉 那我們就把我們混好的雪糕液 倒入我們的模具中填滿它 然後填滿之後呢 我們稍微晃動一下 利用它的流性 讓它平整 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送入我們的冷凍去冰印囉 那麼我們的雪糕就已經凍好了 接下來我們要製作雪糕的脆皮 我們首先先將雪糕的模型脫掉 接下來沾我們的巧克力 那麼我們的脆皮雪糕就這樣完成囉 讓我來試吃一下 有沒有聽到 這個皮超級脆的喔 這就是我們成功的脆皮雪糕了 那麼今天這樣是不是非常簡單 只要幾樣食材 就能讓大人安心 小孩也吃得開心喔 那麼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 再見囉 再見囉